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台湾农委会 最近一直推广 台湾的健康植物 红宝石 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 不见得认识他 事实上他们叫做 洛神花 洛神花为什么会推广 因为听说好神 这个季节 他开的花很漂亮 然后这样的花 很多人 把它做成蜜腱 或者泡洛神花茶 更厉害的是 有人研究 这个如果你每天 喝洛神花茶的话 还真的皱纹会减少 然后血压会降低 医学还证实 他真的对山高有影响 而且还有可能抗氧化 跟抗癌 那这么健康漂亮美丽 营养的洛神花 到底背后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呢 待会我们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黄冲林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中医好朋友 彭文雅 大家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的人妻好朋友 雨霓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的养生好朋友 王明佑 对 阿明佑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厨房料理的好朋友 小刚师傅 你好 好 树青 我刚刚讲洛神花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他新鲜的这一个本人 鲜货 那我以前印象中的 其实是有一些中药房 会卖这样的洛神花 已经晒成干的这样的干货 那洛神花真的是 植物界的红宝石 没错 古代有美女叫做洛神 洛水之神 据说当年福西市的女儿 就因为贪看洛水的漂亮 就被何伯抓走 洛水了就变成洛神了 那洛神最著名是她的美貌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洛神 是因为吃了之后 会像洛神一样漂亮吗 其实它叫做洛神的原因 是从它的英文翻译来的 它的英文叫做Roselle 它是直接的翻译 那它为什么会这几年 受到非常大家的重视 是因为其实除了国外的研究 是我们本土对洛神的研究非常多 尤其是中山医学大学的 王敬坤教授 他们之前就去发现说 如果你一天喝200cc的 这个洛神的热饮 一个月之后 他发现 你的血脂肪会降低 你的血压会降低 同时他会是监测说 你的皱纹的深度 跟你的皮肤保水度 他发现 保水度五成 是可以降低降低五成 洛神花肠 捏起来保水度会提高一成五 更妙的是他血脂肪的部分 他就说 刚才是说200cc 连续喝一个月 对不对 可是他发现 你不喝之后 再过两个礼拜 你的血脂肪并没有明显上升 所以他认为说 这样里面应该会有一些 比如说包括 他里面的一些 类黄童类 花青素类 前花青素 可能是造成 他可以抗氧化 保护血管 降低血脂 甚至让你皮肤 像洛神一样漂亮的原因 真的 那问一下彭医师 听说他真的 全身上下都是宝 对 其实刚刚讲这个花茶之外 他全身上 像这个种子的部分 种子在中医讲 还有这个 肠状利尿 以及一点缓泄的效果 那像新鲜的这个花鳄呢 它可以 清热解渴 甚至止咳 还有降血压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新鲜的还可以 因为里面还有一种 叫苹果酸 所以我们来追一些产品 什么这个果酱 或者是果汁都可以的 甚至给发酵 做成酒都可以 那如果是还没有成熟 做成醋也可以 它的腥味在中医来讲 然后就是甘酸为甜 所以是很容易上火 阴虚上火的体质 然后它还可以 就是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对于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对 那我问一下黄医师 医学研究 真的若神花 对人体 尤其是现代人的三高 或者是癌症 或者饮食 它确实真的会有影响 对 这个刚才讲到墨西哥 那个也有一个 类似降血脂的研究 他会发现 若神花不只是同时降血脂 他还同时把血糖也往下降 那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是 降血压的功能 如果今天我们一天 喝三杯的若神花茶 经过六周之后 你的收缩压 就可以下降 平均下降百 是三毫米拱柱 三毫米拱柱 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点 血压比较高 130以上的话 那你经过这样六周 喝下来之后 可以降 甚至降到七毫米拱柱 你可以算算看 如果我们今天讲说 减少三毫米拱柱 可以减少8%的中风的几率 或减少5%心脏病的几率 你光喝这个若神花茶 一天喝三杯 你就可以减少20%中风的几率 所以这个算起来还蛮可观的 然后更有很厉害的人 所以我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 其实这个可以变成我的养生茶 对 这个就会降低我中风的几率了 然后还有人更好玩 他就直接想说 那既然这个若神花这么厉害 那我们拿来跟我们现在 医生在开的一种降血压的药 来PK看看 那就一组吃这个降血压 一组喝若神花 后来两组观察一段时间 发现他们降血压的功能 还差不多 那个统计上没有意义 不过但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 那个若神花在 你至少不要太夸张的 高血压的状况下 它真的可以稳定你血压的功效 跟药物甚至可以达到差不多 我现在很生气 就是我儿子现在脚骨折 我现在满腔怒火 然后血压很高 所以我现在就立刻需要一杯 若神花才来降降我的肚子 免得你在这边中风 我何柯的我救不了你 好 那我请民勇大哥出列 民勇大哥听说你们家的阳台 自己就会种若神花 对 其实若神花 像我今年种 因为我们这个节气的关系 今年台风比较多 所以它就被打掉比较多 那其实跟观众朋友来澄清一下 其实若神花 它的花不是长这样的 对 这不是花 它不是花 这是它的果药花药下面那个地方 就是花托的地方 那真正开花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那花怎么没来摄影棚 因为已经花卸了 卸了才会长脂跟长药片 可是它的药长得很像花 对 很像花 所以它就很漂亮 它的花是粉红色的 很大的花 它的花是很大的粉红色的 有点像杰梗花这样子 就是几个花 四五个花瓣这样长出来 可是它的花药很像玫瑰花包的样子 所以外形感觉也很像花 所以才叫红宝石 很像一颗宝石 这拖着这里很漂亮 好像那个戒指的下面底座这样子 好 那你们家阳台种的 它就会这样子一株一株这样子长 然后一朵一朵这样子长 对 而且它会越长越多 一直往外长 但是因为它是一年生的 所以它冬天之后整个就枯萎 会死掉 所以你的明年三四月 要再开始播种 那一般我会这样 我都会买新鲜 因为你一般买这种干燥的 这个已经被它拿掉纸了 所以你没有种纸你没得种 像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教大家 你准备 这个季节到九十十一 都可以买到新鲜的 那一般我们可能到一些 传统市场会有 那台湾早期是从日本 殖民时代引进来的 那最多是种在花莲跟台东 因为它是热带的植物 所以一般像 其实全台湾都可以种 所以要天气比较热的地方 它长得比较好 对 那像我今天带的 这个是在苗栗种的 所以其实全台湾都种得了 你家的阳台屋顶都种得了 那只是你要找到这个种子 那你买到新鲜之后 像我拿着一支笔 来 我们先看镜头看 洪蜜勇今天带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笔 然后我就说这个笔是要干嘛 他说他要来吐这个洛神 二的果实种子 要怎么取果 所以我们家 这个季节来 小朋友就有工作做 就是要取这个子 你们家小童工要取这个 对 小童工 小童工怎么取子 所以这一支等一下要打一个蜜 好 所以你就把它打开 你就拖着这个后面 好 阿勇斯曲子 试试看看 来 你就这样 注意看 阿勇斯曲子 你可以试试看 很简单 你只要松手这样拖住 但是这个有个巧劲 你就是你拖的时候 很想玩 很想力一点 玩试试看 玩 你以为这么简单 用力一点 推出去 巴士 我已经 你看 我已经把它推练了 可是还挺不住 可是它一个巧劲 来 一个巧劲 你对着小刚好 对 你跟着小刚好 所以小孩子 对 爱学你的小刚好 3 发射 对 为什么 所以它有一个巧劲 所以小朋友就蛮好玩的 1 2 3 发射 不错了 不错了 成功了 好吧 子弹没发射出去 所以你看 我们要煮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我再打个岔 我们以这一颗为例 它去出来的纸长这样 对 我也要玩 那它剩下的果二长这样 对 这整个果二都可以利用 都可以利用 所以泡洛神花茶 其实这个果二就可以泡了 对 你新鲜的 像我如果四个季节有新鲜 我就用新鲜煮 其实风味不一样 比你这干的风味 其实真的不大一样 这是把它晒干的 对 我们就要保存了 中药房或者某一些超市买到的 是这样子一包一包装 那它就是洛神花的干 对 那就是这一个果二去纸 把它晒干 它很像那个县菜 嘟出来手上都会红红的 很像我们讲的小红莓 是 很像 它天然的这个汁衣就红色了 你看我的手 你流血了 对 你看像不像流血 没错 所以我这样就可以吃了吗 你可以试试看 鸡酱可以吃 但是 但是我没有洗喔 不好意思 我就洗就洗 酸酸的很好吃 像那个剥开的石流的 那个纸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我来剥一片看看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这个当季其实蛮好吃的 对 它口感很好 但是是酸的 酸色色的 它是酸到类柠檬的酸度 它的酸度是很高的 那后面有甜分的 对 可是它口感是脆脆的 对 口感是好的 对 大家都知道我不怕酸 所以我应该把它吃掉 这个在栽种的时候是蛮容易的 它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病虫害 像我种的话 只遇过那种粉戒蛾虫 那粉戒蛾虫在吃的时候 蚂蚁会跑过来 就是破坏这个鳄片 所以一般 他们现在大部分的栽种 只要避免这个问题 基本上它都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这一类的栽种 通常也不大需要农药 不大需要照顾 那只是说它季节性 就是9月以后 它才会这一个开花结果 对 所以这个为什么很多人 我会告诉他 为什么你不可以买回来 这样洗一洗整个组 因为你注意看 你这个子弹发射出来的子 上面有一层毛 对 所以如果你要下去煮的话 它这个毛可能会跑出来 那小儿科都知道 最容易怕引起过敏 过敏 所以买回来 不要懒惰 妈妈不喜欢这样 因为做久你也很累嘛 所以你就把它整个 这样丢于主 其实我不见了 好 让阿勇斯 今天还带来你们家的 我们家的项链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如果你新鲜的货剥完了 它的种子会长成这样 那这一盘呢 有点绿色 你看它植化素一定很丰富 没错 你看它里头有绿 白 红 三个颜色的色差了 然后可是它比较这个根部 跟它 你看它的树枝 它的树枝是很深的 有点还是偏红色 对不对 这里面最有名的两个植化素 就是花青素跟翠雀花素 都是深色的 那花青素是它的果肉的 有的时候泡出来那种红色 一定是花青素 所以你看我把纸剥开 纸剥开长这样 对啊 但是 在辣椒里面 你不要拿这个回去种 这种不出来 为什么 我们常说这叫东方的蔓越莓 是 那我也会准备一点 新鲜的蔓越莓 阿勇斯超巧的 阿勇斯用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研究发现说 这两个混在一起的 花青素类的 是两种不同的加在一起 效果会比较好 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你看我把纸剥开 纸剥开长这样 对啊 但是 在辣椒里面 你不要拿这个回去种 这种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切 种子要经过干燥 让它睡觉 它才会再活起 真的吗 种子不是这样不会死掉吗 不会 没有 所以你看我这一串是把它晒干的 所以晒干 阿勇斯 我是把它串起来 你是用一个 这是麻绳 找麻绳 然后把这一串 我趁这个新鲜的时候 把它这样穿过去 但是你都把它穿过去了 它又会发芽 它都受伤了 种子在这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会把它密封起来 它才不会受潮 所以你明年要种的 就会拿这个来种 这个是生的 这是干的 干的这样打开 干的纸还在 这一颗一颗就是明年要种的 你看这个可以种吗 你穿成项链 可以可以 它只要这里面的东西 种这个 这个才是纸 这个才是纸 这纸是壳 那这个纸拿到一个 比方说小盆栽 然后我们类似种盆栽一样 然后只要有土 然后这个给它阳光 空气 水 对 像明年三四月 你就把它拿去泡水 泡一个大概四五个小时 让它 就散开之后 你就撒在你家的盆栽花盆 或者是庭院里面 它就会开始慢慢长 那这样的种子 是你取出新鲜 或再把它干燥 没错 那就直接比方说太阳日晒 只要晒干就好了 晒干就会长成这样 那你就用蜜蜂罐 不要让它受草 因为受草它会发霉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留着明年就可以种 所以这个植物是蛮好 一年又一年 好 可是你刚刚特别强调 这样的种植 通常在三四月份种 它的生长才会好 现在立刻种 其实也长不大 尤其是台中以北 台中以北 那你台中以南 如果你是高雄 台南 它是比较已经偏热带 就是北贵县以南的 那其实你就可以 几乎一年两三种 就是它可以种的频率比较高 就跟水稻一样 它喜欢药的 所以中南部的 现在就可以来种了 现在可以种 对 台南以南的 北贵县以南都OK就对 它是热带的地方 那我请问你是说 这一棵我种下去 明年摘的话 那棵就枯了 整棵枯掉 就没了 就不要沙了 它会死掉 你要重新种 它不是像一个树 一直在那边长一直长 不是 它就死掉了 所以它花开 花蟹 它花蟹就白白了 白白了 对 那难怪 但是它所有的营养跟生命 都留在这花饿里头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吃它的花饿 然后来抗氧化 然后来养盐霉 这就跟杜鹃提血的味道 是一样的 有过人的翘头 好 那这样的花绳 怎么应用呢 接着下来 阿勇斯还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好 阿勇斯跟观众朋友 刚刚分享 你们家阳台通常都会自己 做洛神花 这么棒的一个红宝石 那女生来喝养盐美容 好 那其实这个山高的患者 喝一喝对于降山高 也都有帮助 那你说家里头 如果没有自己种的 其实就会买干货了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买干货 好 那干货要怎么挑 干货要挑 因为我自己也会晒 所以有两种方式 一般你看我们现在坊间买到 当然你看会觉得这么鲜艳 跟这个为什么有点深色的差别 因为 这两个都是干货 但是它们有色差 对 有色差 这个我另外左手边 这个感觉是比较显眼的红色 然后圆的玻璃碗 这个感觉有一点点黑红色 所以两个红色有色差 对 这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干燥的速度 因为一般我们自己在家 我们只能用这样子去晒干 对 但是晒干最怕就是 如果你今天晒了一天 结果第二天下雨 对 那就很惨 它就会怎样发霉 你看一下 这就是有霉变的 我给镜头看 这真的有霉变的 所以霉变 霉变被完全晒干之后 其实你看不大出来 对 有没有 其实这都发过霉 它就有点像白白的 那可以吃吗 其实这就不能吃 就有霉菌了吗 如果你买 如果看到有这样子 其实这不能买 那你看这个就完整有 在干燥的时间去完全晒干 它就是变成比较深色的红色 那刚才你拿这比较显眼 这个就是用 现在的科技进步 函瘦就是用干燥机 它就没有气候的问题 它全天后都可以把它干 所以它这个 像一般我们自己晒干 我抓过大概要五天 才可以低于10%的水分 所以你这样放的话 就不会坏掉 那这个函瘦 可能它一天就完成了 好 那这个是挑干货的标准 可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新鲜货 这个美容大哥要分享新鲜货 通常你也会做酱 对 我会一污两吃 一个把它拿来做酱 一个拿来就直接喝洛神花茶 好 那如果今天没有 没有 观众朋友如果没有新鲜的 你用干也可以 OK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煮一锅热水 我们把它煮滚 好 煮滚之后 我们就把新鲜的这个洛神干 洛神花或者干都可以直接放下去 这都洗干净哦 对 我们只去掉留着明年用 把它洗干净 另外 我们常说这叫 那我也会准备一点新鲜的蔓越莓 这是也可以买得到 或蔓越莓干 因为其实在刚才讲的那些功效里面 其实我们这个洛神花 也有一点点对泌尿道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是小红莓吗 小红莓就是一般我们讲小红莓 这个我们也把它倒进去 好 这个大概也一碗 你看这个也是红红的汁 因为这是冷冻的 你看 另外我要准备一个很特殊的食材 这个等一下 可以请中医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这个季节的饰饼吗 所以我都用这个当季的很好的食材 饰饼你准备三个 三个左右 那为什么要用饰饼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好 那饰饼的话我也会把它稍微烫一下 把这个 这个一样把这个它的这个饿片去掉 饿片去掉 对 那其实我们目的 因为我今天要做果酱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煮一下吗 目的就是杀菌嘛 所以我的果酱可以放比较久 那它这个红色 问一下红树青同学 这应该就是刚刚讲到它的花青素 好像也有类黄酮素跟一大堆多分 对不对 因为其实花青素就是类黄酮素 那一群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比如说花青素一般来讲 你会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你们讲OPC 比如说前花青素 有些又讲花青素 然后花青素有些特别在 讲蔓越酶的时候会说 它好像对于蜜料道的 特别有保护作用 其实因为花青素其实也是一群 它有分比如说A型跟B型 B型里面可能还有 Alpha Type跟Beta Type 怎么感觉跟血型一样分很多 对 它其实这一群色素 这一群类黄酮类 有很多不一样东西 那蔓越梅为什么当时被说 它好像对于蜜尿道 有保护效果 因为它这个A型的浓度特别高 那发现A型浓度高 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为什么容易蜜尿道感染 是因为有些人比如说 你也知道嘛 蜜尿道口跟我们粪便的排出口很近 所以你有一些大肠感菌 可能会污染到对不对 那这个A型的花青素 它可以避免一个大肠感菌 去粘附在你的粘膜细胞上 它粘不上去 感染的几率就低了 等于说它帮你的细胞 涂了一层像抢菇用的油 他们想爬上去就要抢菇 不小心就会滑下来 所以就有保护效果 所以不能想说我生病了来吃 而是平常保养 而且阿勇斯超巧的 阿勇斯用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研究发现说 这两个混在一起 花青素类的是两种不同的 加在一起会更好 一加一大于二 对 那花青素又抗氧化 所以女生喝这个 我觉得喝完会变漂亮 对 还有小朋友 像我都煮好就放在家里 小朋友就直接当饮料喝 但是不要加太多糖 重点不要加太多糖 因为这个东西酸 所以很多人喜欢加很多糖 好 那这样滚了对不对 全部都确定都滚好了 通常滚多久 不用滚起来就可以 确定都有滚了 都有滚到 因为它是杀菌 所以我就把它捞起来 好 直接放在果汁机 我懂了 你的果实要打果酱 对 然后也让它们烫一下软化 可是你的汤汁非常浓稠 它就是洛神花茶了 对 你看它那个汤汁红成嘛 哇塞 好 那连那个饰饼我都捞出来咯 对 因为饰饼甜甜的 所以饰饼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它的作用就是要当成酱嘛 因为洛神花其实本身 如果各位你自己有在煮的话 你就会发现 洛神花本身是 它的膳食纤维很多 其实它是会黏黏的 对 这个有点烫 等一下我们这个冷了 可以有点镜头看一下 它其实会有点黏黏的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很多 所以它不容易隔成酱 对 所以加饰饼的目的 是让它们打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容易变成酱 而且饰饼是甜的 所以我就不用加太多糖了 好 那我现在打的过程 我们先把我们洛神花茶的 我们家的配方把它加进去 我会加大概六七片的甘草 甘草 甜甜的 我会加乌梅 乌梅 还有点化梅 还有点山楂 这个是一般中药坊的乌梅 这个是一般的 我们女孩子吃蜜餐的化梅 这个是山楂片 那山楂片也是五六片 乌梅也是五六颗 那这个化梅也是 对 那这一锅大概是 1500cc的水 这锅的水直接再倒下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这个部分 一物两次就把它放进来 那我会再加一点点寡糖 好 那因为这个甜度 要看你的那个饰饼的状况 可以加蜂蜜吗 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蜂蜜的话 你就把这个地方稍微放凉一点 那蜂蜜的话 它的风味会不大一样 对 那一般还是要一点糖 因为糖可以比较 可以防止它发霉 对 而且果酱要保存 其实糖 如果你没有任何防腐剂 糖是维持它保存的其中一个关键 一般的果酱做法 你都知道果酱要去熬嘛 对 一直熬一直熬 而且糖 因为小刚也会嘛 对不对 就一般糖大概超50% 对对 会吗 觉得要够甜 对 它才有办法抑菌 对对对 而且只要是酸的食材 你要酸甜酸甜 都要加更多糖 对 所以我刚才加这个糖 我建议大概是半碗到一碗 看你喜欢的口感 因为我们寡糖会比较OK一点 好 那你就把它打一下 哇 好浓稠 好 一般我自己在加 因为我的果酱 我希望不要那么甜 比较健康 我就会放冰箱 所以你就可以趁热 把它挖出来 放在玻璃罐里面 对 放在干净的玻璃罐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挖出来 其实就跟冰淇淋 你看很浓稠 很好吃 真的 很像那个冰淇淋这样 而且它加热也没有变色 通常加热会变黑 所以它加这个柿子 是算很聪明的做法 因为它利用柿子里面 拼来的这个糖分 因为它已经是有霜过的柿子 所以晒干粥它甜分够 不然像刚刚的研究 一天喝200cc的这个洛神花茶饮 可以抗菌 或者是可以降血脂 或者是可以就是除皱的效果 其实是在不加糖的情况下 如果你那个200cc里面 只有10%的果汁 90%都是糖分 反而会让身体的发炎现象更严重 而且我们这样做果酱 有好处是我的瓦斯钱省很多 对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一直熬 一直熬很久 一般做果酱 听说好像熬一个小时多 要 你看我们这样子根本不用 对 而且它这个版本的 因为甜度是不高的 我觉得它的酱把它兑上水 也会是很好喝的花茶 对 如果你懒得这样熬的话 你就把这个直接冲花茶 这个喝完 喝完可以把冬香这个 拿来当果酱吃 也可以再冲茶吃 你沾面包 沾饼干 好大吃 我们要扣水 那我们就来试吃 好 我觉得阿勇斯的洛神花酱跟花茶 都好好喝 看起来上官的 而且很方便 你看一下就做好了 我们来吃吃看 最主要是 你知道莓果类的果酱 通常都是最贵的 对 有没有 你去买什么蓝莓 红莓 腹盆子 那个都是在果酱类 超好吃的 真的 而且我觉得果酱我吃半天 我舍不得把它吃掉 你看它每甜一口都好有层次又酸 然后又吃饼的香 我觉得好好吃 而且我刚刚想 如果我们不搭配这个吐司 然后把它冰起来 也像是冰淇淋一样 对 那个成本比较粗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洛神花茶的配方 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它真的太好喝 它比市面上的那些洛神花茶都好喝 因为它比较丰富的口感 它各式各样抽 你可以喝到那个山楂的味道 然后又有那个甘草的味道 然后又有那个洛神的香 真的 好好喝 而且我觉得温热喝的超好喝 很有层次 对 香味有层次 那这个接着下来 我们很漂亮的中医师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 洛神蜜排骨 对 其实大家有吃过糖醋排骨 那我回家是这个洛神蜜排骨 它出奇意料的好吃 听说小孩都抢光光 因为一般的糖醋排骨 你很难去调那个酸跟甜的比例 可是洛神的这个酸味是刚好 而且又有香气 其实我们就是取一斤的排骨 然后排骨它就是 一斤的排骨的话 它的腌料 我们这边有先腌一下 腌一下之后 它里面就是 你用哪些腌料腌 一汤匙的酱油 然后半匙的乌醋 然后再加上蒜头 以及一点点的盐跟糖 当成腌料 腌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腌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加上这个地瓜粉 让它稍微表面粘一下 粘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它先下这个油锅 好 这个油量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就好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这个 有软骨的这个猪软骨 那猪软骨它是在这个 所谓三层肉上面 最上面的那个位置 所以它其实的油脂还是很丰富的 像这样的油就够了 这样的油量够了 就够多了 对 我们热一个锅 然后先下少许的油脂 对 然后我习惯就是冷锅冷油 就会把我们的东西都先下去 对 因为这样子避免这个高温 会产生的一些氧化物质 而且这个排骨它也会自己会出油 就把它排满就可以了 对 而且你的排骨没有很大块 没有很粗 对 就是一口大小 小朋友一口吃一个 那难怪你家小朋友觉得酸酸甜甜很好吃 一口又一口 对 以前是做过各种的糖醋的味道 都没有这个洛神的酸味来的特殊 对 而且它的有机酸 好像刚刚讲 它其实酸味还可以 就是算是碱性的物质 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酸碱值 所以吃完精神也会变得很好 彭医师好厉害 刚刚好一锅 对 一锅 漂亮 对 一锅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表面大概有一点香气 以及一点油的味道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给它翻面 这样就好了 好香 因为其实一般糖醋白骨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必须要用油炸 它其实是很不健康 那我们像这样半煎半炸的方式 你看翻过来 好香 对 其实它就已经有一点半熟了 而且它又完全不需要吃到油 用原本猪肉自己的油来煎自己 这样就好了 如果说你亮眼的时候很怕 真的很漂亮 对 你如果怕油会喷的时候 你就用这种方法 然后煎好之后 我们只要很快 就是刚刚浇的这个酱汁的做法 我们就让它先下来 声音好好听 滋滋滋的 对 先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 用糖水煮的新鲜的这个洛神花 好 然后再加上几朵新鲜的放旁边 三种 再加水这样就可以了 加一点点水 对 再多一点点 所以就糖醋白骨的会法做法 对 然后呢 再把锅盖盖起来就好了 这么简单啊 这么简单的 再开锅就OK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味道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让它这样稍微均匀 好 好 彭医师 洛神花中医怎么看它 其实刚刚讲 它的性质是偏干寒 然后微凉 但它又有酸的效果 酸就是收敛的效果 所以它跟排骨 排骨其实算是温热的食材 所以这样搭配起来 可以减缓这个洛神的酸性跟寒性 就平了 对 其实它这么多的有机酸 其实胃酸太多的人也不适合 或者是你吃太饱 要吃太酸有时候会酸 酸味太重 这个时候如果说 用这种酸来搭配肉类 它就变成解腻 而不会增加味酸的分泌这样子 我懂了 然后它比糖醋更天然 对 因为糖醋都是用一些 对 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调那个甜跟酸 不如就用这个植物本身的酸味 跟它所谓的多酚跟花青素 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还有增加食物的酸性 这样子这个糖醋酱其实也会有花青素跟这些抗氧化的成分 没错 一定都在里面 抗氧化然后保护心血管的效果也有 我看它差不多快好了 对啊 感觉快好了 看起来就很厉害 再给它稍微收汁一下 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而且我们让它收汁 它连酱汁都浓稠 因为你刚刚是有稍微裹一点地瓜粉 让它这个排骨可以熟成 可以定型 对不对 是 然后它的酱汁都融化均匀了 好香哦 好香哦 好 那我们就上菜了 我觉得彭医师的洛神蜜排骨 难怪你们家小朋友会吃光瓜 真的 成功 成功 它根本就酸酸甜甜的 像糖醋排骨 对 在煎那个排骨 然后我们就说 今天晚上是吃盐酥鸡吗 盐酥猪 就香味就已经很惊人 然后一吃就吃 怎么甜甜的 然后又嫩嫩滑滑的 就全部整盘都刻光这样子 好吃 而且比起其他的水果入菜 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用凤梨 或者用一些其他什么 水蜜桃或柳橙 可是这个 我觉得洛神是更适合入菜的 因为第一个它的口感 在这种热菜里面 还是变成QQ脆脆的 对 然后它可以跟菜完全融为一体 不会觉得说单挑来吃 觉得它好像是 跟人家不合群 完全可以融在里面 真的很好吃 洛神其实它维他命C很多 它大概如果你假设是 100克的话 大概可以吃到一天 我们需要维他命C20% 对 所以蛮高的 红色它这个颜色 跟心脏的颜色也很像 它刚好引入我们的心 那心跟小肠是相表力 所以它就是一个提供能量 然后温暖身体的效果 可以跟菜完全融为一体 不会觉得说单挑来吃 觉得它好像是 跟人家不合群 完全可以融在里面 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洛神 这么多的抗氧化的一个 这个质化素 我们就一定想说 它有没有抗癌的效果 那当然随便做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验室 开始把这些里面的萃取物 去对抗黑色素瘤 对抗色物腺 大家想到色物腺就想到番茄 不是只有番茄 可以对抗色物腺癌 那还有对肝 还有对大肠 这都有实验室的研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抗癌的好料理 那接着现在雨 你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一个 泰式洛神花拌海鲜 对 通常我介绍的菜 大概都是五分钟之内可以完成 因为这是全职 那个又工作 然后又有带小孩的妈妈 职业妈妈的辛苦 对对对 所以大概五分钟就会完成 那我们准备的食材呢 海鲜当然就是蝦子还有花枝 然后蝦子我通常处理 剥完壳之后 我会把它开杯 因为这是小康老师教我的 蝦子要开杯之后 比较快熟 而且比较入味 是 那我们就把蝦子和花枝烫熟 好 我们起一锅水 稍微让它沸腾之后 就可以烫一下海鲜了嘛 对 先下蝦子 好 这个蝦子是去头去壳 去长泥 然后又去背 对 然后再把花枝 花枝 好 我们在烫海鲜的时候 介绍一下我们在凉拌的 其他的食材 那我们就准备洋葱切成丝 然后洋葱我有过过水 把它那个很呛的味道去掉 然后呢 还有红葱头 然后如果吃辣的话 可以准备一点辣椒 然后它颜色也比较漂亮 然后其他条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洛神花 把它切成丝 其实我觉得它代替 番茄的作用 因为番茄也是酸酸甜甜的 它可以代替番茄 那就是鱼露 柠檬汁 还有椰糖 最后可以撒一些香菜 或者是芹菜末 你用的洛神花是新鲜的洛神花 对 烫用新鲜的 对 那用干的可以吗 干的也可以啊 当然 那不可以吗 干的怎么用 就要烫吧 干的怎么用要先碰水 你们什么时候结成联盟 在节目上一起修啊 没有 干的你可能只能泡冷水 泡开就好 你不能去煮 因为煮了它会糊 会烂烂 好 谢谢王明友医师 我们是为了让观众印象更深刻 其实如果是新鲜的话 我也会建议稍微过一下热水 一下下 你看王明友也是后面才吐你一刀啊 对对对 就看个人就说因为它会有一个色味 如果你不在乎那就无所谓 OK 我们很在乎 我不在乎 我觉得很好吃 水滚了 我们现在撈海鲜了 我们撈海鲜了 对 把海鲜撈起来 把它背画一刀的虾仁果然比较美 你看 比较漂亮 而且是很漂亮 比较大颗 对 对不对 像开花一样很漂亮 漂亮很多 好 这个海鲜呢 那我们稍微汆烫一下就烫熟了 对 然后把洋葱放进去 直接这样子拌 对 看个人的口味 其实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然后把红葱头也放进去 然后就把洛生花 好漂亮喔 好 我们再把洛生花放下去 对 之后的调味料呢 就可以再放一些辣椒 辣椒 好 你最后的这一个是配色嘛 对 然后我们就准备鱼露 鱼露有咸味 看个人的口味 好 然后呢 还有柠檬汁 其实蛮漂亮的耶 很漂亮 很漂亮耶 最后这个很漂亮 这是椰糖 这是椰糖 而且是椰糖把它压碎 压碎长这样 它闻起来的味道有点像黑糖 而且椰糖是现在 我们发现糖里面 它的GI值算最低的 对 它的香味跟它的功效 对 这个有一些东南亚的 超市食材料理都会有嘛 其实椰糖在东南亚是很普遍 很普遍 对 就像我们吃黑糖 红糖 对 没错 它们的料理里头 或者某一些寿司里头 我们加的是黑糖 对 它们加的是椰糖 好 我们就这样把它拌一拌 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那这样的泰式凉拌的沙拉 就大功告成了 对 很简单吧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真的耶 那我们就上菜了 耶 我发现羽泥的泰式凉拌洛神海鲜 其实是很简单的做法 那泰国菜的凉拌海鲜 有鱼露 有柠檬 就有基底了 对 很成功耶 很清爽 而且你不觉得这一道菜 非常疯狂的维他命C很多吗 真的很多 对 重点就是要放在那边超小 对 你知道我们洛神 我刚刚没有特别提 洛神其实它维他命C很多 它大概如果你假设是100克的话 大概可以吃到一天 我们需要维他命C20% 对 所以蛮高的 辣椒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辣椒 只是辣椒没办法吃那么多 然后那个洋葱 然后柠檬汁 所以基本上这样一盘里面 就是我们维他命C 大概可以吃到我们一天 所需要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我问一下彭提斯 刚刚讲洛神是红色的 对 红色在中医五行五色 入五脏心肝脾肺肾里头 听说红色是入心 对 红色它这个颜色 跟心这样的颜色也很像 它刚好也入我们的心 那心跟小肠是相表里 所以它就是一个提供能量 然后温暖身体的效果 像我们以前常常吃的 红枣枸杞也是这样的东西 单身红花也是 像今天的洛神花 甚至山楂也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让我们身体很温暖 有生血 补血 活血的效果 所以在人体来讲 是属于提供能量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那除了刚刚雨泥跟阿勇师 跟我们分享的小刚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法国料理 是 厉害了 若神花可以做法国菜 今天做的比较精致 那我今天就是用这个鸭胸 我们今天选的是这个烟熏好的 那因为节目关系 因为生的鸭胸 我们还需要腌制 还需要现煎 光是皮煎脆 就要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用烟熏鸭胸 就是可以很快的 得到一个脆皮的表面 对 那我们这个是主菜 那我们先把配菜先完成 那这个是红黄甜椒 我们直接锅子是干锅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它 煎烤蔬菜 对 就把它的这个表皮 它的那个焦糖的风味 给它烤出来 这种烘烤的方式 所以我们干锅直接烤 红椒跟黄椒 对 然后我们稍微把它 有一个做一个压平的这个动作 让它表面都能够去接触到锅底 是最好的 好 稍微把它剥一下没有关系 因为等一下我们是把它切成小丁的 你烤完之后再把它切定 对 我要做一个甜椒的沙沙 来秤在这个盘底 那我们的这个鸭胸呢 我们鸭胸把它表皮稍微划刀一下 在皮的部分划斜刀 对 我们稍微 你这个力道不要太小 你就感觉有把它划开就好了 对 尽量不要让它见到肉 尽量它肉的肉都容易干掉 欸 它们是林格纹喔 好高级喔 那被尿意外送心吗 所以 真的是林格纹啊 好 林格纹的鸭胸口片 隔纹出来 等一下它的油脂会比较容易 从隔纹的边边把它释放出来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煮我们的酱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搭配的鸭胸的酱 我们在做法式鸭胸的酱 不外乎都是一些酸甜的口味 对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洛神花 当然也非常合理 像法式鸭胸可能都是用那种 莓果类的东西 那我们用这个把它取代莓果 那我们再做一些 台湾可以取得到的一些食材 把它加进去 那这个就是洛神花 我们用现在新鲜的洛神花 新鲜洛神花 然后把它切成丝 那请问用干的可以吗 干的就是把它泡 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 会把它做成一个酱子嘛 所以没有原因 我们当然是尽量比较生吃 因为觉得生吃 其实没有很好吃 对 所以我们把它加水 把它煮一下 直接把新鲜的洛神花 把它切成丝 然后加略微的一点水 然后去煮它 对 其实给它煮滚之后 它的颜色就陆续释放出来 那我们只需要加一些这个 比较有一些酸 一样是酸甜的一个酱底 这个是梅子酱 对 这个梅子酱 梅子酱 然后再搭配一点糖 就有点酸甜口味的酱 好 那我们就先把东西都加一加 加一点糖 对 一点点就好 一匙就好了 然后把刚刚也是大概有一匙的 这个梅子酱也加进去 就一起把它加进去 然后一起把它收干 然后变浓稠 然后它就可以当酱汁了 它就可以当成一个酱汁了 就很快速 所以我们要的这个水分也不会太多 对 其实它颜色开始变色 因为梅子酱也有点颜色 然后这个洛神一加热一加水 对 我们去搅拌一下 它的那个化氫素就释放出来了 化氫素是很耐高温的对不对 所以高温后的化氫素 它的化氫素抗氧化能力还在对不对 不会减少 不会减散 就是它不会白白 比方说维生素C 它加热它就白白了对不对 其实没有掰到光光 大概会掰掉一半 可是它的抗氧化能力就打折扣了 可是这一类植化素 像化氫素这一类 它的抗氧化能力都还会存在 对 但是比较好玩 如果我们做料理 我试过蛮多的有一些 因为化氫素有个特性 就是酸碱的时候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煮的那个食材 有点碱性 它就变蓝色的 它就会变淡淡蓝色 那比较酸的时候会比较红 对 酸的它就变红色 所以它的植化素 也会随着酸碱度而改变 对 化氫素有这个特性 所以观众朋友在做料理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都变蓝的 吓一跳 因为可能你用的食材 它是偏碱性的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那种 紫芯 地瓜 不同品种 不同的熟成度 有的时候它偏蓝色 然后等它熟成了 可能又偏紫色 对 好 那我们的红椒跟黄椒 我们已经变成像中秋节烤的那种 炭熬过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会把比较黑的皮 把它撕掉 我们在吃的时候 是不要吃黑色的皮 因为它可能已经有一些 致来物在里面了 因为温度比较高 好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 没关系 我直接放在沾板上 因为我要切 你要切它 对 好 那我们另外这一锅 继续要煎的是这一块鸭胸肉 对 直接把这个丢进去就好 好 那我帮你丢 好 反面吗 批 批超像 临格伍 让它下 对 临格伍 让它下 对 好 那我们这火就不要太强 今晚临格伍 你就会比较值钱吗 对 会比较高级一点 好 好 很香耶 这样烤完的 甜椒 你闻闻看那个风味 好香喔 对 这是 就是 一种焦香 法国人他们会直接把那个皮 用那个喷枪或直接丢进那个炭火里面烤 然后把它烤成整个黑色之后 再把皮撕掉 然后拿来打酱汁也好 拿来做配菜也好 他们的用途都非常的广 哇塞 我懂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那种温沙拉 或者法式烤蔬菜 或者他们烤鸡啊 烤一些肉 对 很多时候旁边很喜欢顺便烤这个 对 它不是只有配色而已 而是它烤完真的也更好吃 绝对它有一个独特的风味跑出来 那像我们家里如果没有烤箱的话 用这种比较厚底的锅子 就直接像我刚刚压一下 把它压扁它那个一样 它的风味都会跑起 它的功能一样 风味一样 对 好 然后我们这边再把它切成小丁 为什么要切小丁 因为法式料理他们就是 所有的那个配菜都是要很小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好 鸭肉的蛋白质也是营养价值丰富的嘛 对不对 是 因为一般来讲很多台湾的民众不喜欢鸭 是因为一直觉得民间传说说鸭肉很毒 对 很多人都认为说那鸭肉很毒 所以吃了可能皮肤会伸疮啊 容易有什么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 而且呢 根据我们所了解 其实鸭肉算是一个还蛮干净的动物 所以事实上第一个它的蛋白质其实还不错 第二个如果你不要选那个樱桃鸭 你如果去看那个营养成分组成 如果是一般台湾土那种土番鸭 其实它的脂肪还蛮低的 它蛋白质比例算高 而且以单位重量拿来跟那个什么红肉比啊 它其实是蛋白质高但脂肪低的东西 那其实跟鸡肉比 如果是土番鸭来讲 它也是蛋白质高脂肪低 可是如果你选到樱桃鸭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那它真的就肥很多 所以你可以自己依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它 其实然后另外一个 中医有讲一个东西 因为中医都会觉得 长在水中的东西是寒 所以鸭很衰 因为它是水禽类 然后他就说你是寒 可是我想寒的东西 经过这样肌炎这样搭配的东西 它早就不寒了 所以它真的要洗血它的冤情 它算是还不错的蛋白质来源 我们刚画过林格文的鸭肉 你漂亮成这样 漂亮成这样 漂亮喔 所以我终于知道你干嘛画它林格文 林格文果然比较值钱 看起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好 那我们做莎莎 除了这个甜椒之外 我这边再会准备一些这个洋葱丁 好来 现在大厨示范如何切洋葱不流眼泪 首先 洋葱不流眼泪 所以你刀一定要够力 够力够快 因为会流眼泪是因为 你把它那个刀炖 你把它压破 它就喷上来 它会整个在飘在空气中 如果你刀很利的话 它不会把它用压的 是切破的话 它就不会喷这么高 好 所以雨妮她上课的时候有教这个吗 她有教过我怎么切洋葱 没有 没有留一手就是了 对没有 但是我没有那么利的刀 所以还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好 好 好 那个是沙沙酱的基底 对 然后再一点点的蒜头 然后重点是一定要有好的油 好 这个是橄榄油来调这个 对 大概放个一大匙 因为这个比较小 所以我们淋比较多圈 不过鸭肉刚讲 会容易生疮啊 生毒这个 其实是因为传统啊 中医他都会用这种像药膳 或是姜母鸭 这种方式来料理鸭肉 不然鸭肉本身真的 就像初心讲是干寒 所以其实如果皮肤不好人 吃比较凉的食物 其实不会让它的疹子 发的更厉害了 嗯 好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沙沙 沙沙这样的基底就做好了 对 主要是它颜色很丰富很漂亮 好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它 打在我们的盘子上 我们就把这个 把它做个基底 基底 对 那这样子其实配上 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营养也比较均衡 我这个沙沙没有在调味 因为我们等一下鸭胸 会铺在上面 烟熏鸭胸鹹度够高 对 它的油滴下去的时候 沙沙就有味道了 对 所以我不是忘了加盐 好 那你这个可以 那个鸭胸 我来把它请出来 好 那个欢迎师傅 你看那个鸭有多多 同时我们的酱汁其实已经完成了 酱汁也好了 好红 对 很漂亮 酱汁有多多 对 真的就是洛神花酱 对 左鸭胸 那它的调味本身也够 因为我们有加糖跟那个番茄 对 酸梅酱 酸梅酱也会有一点这个 鸭胸要把它片嘛 对 鸭胸要把它片一下 哇塞 这鸭胸这样好漂亮 你再摸这个鸭皮已经是酥的 对的 对 那我们就把 我懂 它把油又逼出来 那它的油脂含量又降低 更少了 可是它的两面又煎到焦香 你看它那个层面的 这个皮喔 油就变少了 哇塞 所以其实法式料理的鸭胸片 自己这样一煎一片也OK 对啊 哇 那以后这么高档的五星级餐厅 都在家里自己做 其实可以 现在买这些食材 你上网什么订购 其实都很方便 我懂了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斜片它 这样摆盘就漂亮 对 这样摆上去就有法国菜的感覺 对 想说刚刚在煎那块鸭肉 还以为要切斜斜 想说要怎么切 不用 好 老婆你看看 那其实最后很简单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酸酸甜甜的这个 洛神酱 就把它放上来 好 哇 法国乐也真的就是摆盘很重要 真的 那我们就上菜了 好 我发现小刚师傅的这个鸭胸片的做法 其实家里头很容易复制出来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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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现成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它这个酱的做法 因为真的搭配这个 以前买那种熏鸭回家都不知道怎么煮 都是把它烤一烤 切一切 可是一配上这个 就味道就多一个层次 比较好吃 对 我觉得很厉害很好吃 而且不会腻 因为它配的蔬菜其实是没有调味的 然后洛神这个酱也解腻 然后跟咸的食材就会整合 那如果单吃这一块鸭片 你刚刚讲单吃反而会太咸 对 绝对会太重 因为这通常是切得很薄 拿来做前菜的 我们今天拿来做主菜的话 味道就会偏重 所以我们的 side dish 我们的酱汁都不能有咸味 对 那健康好生活 今天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健康好洛神 那希望大家都学到洛神花的妙用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